天主教信仰课程 耶稣的一生 三点三单元 宣讲悔改及福音 各位大家好 三点三单元 宣讲悔改及福音 耶稣的受洗 可说是他的旧子里 天父的说话 圣神的父犹和天列开了 这三个意象都说出 耶稣的特别身份和来世使命 洗礼正为他的公开传教生活 揭开了序幕 随后他随圣神去到旷野 守栽祈祷四十天 为宣讲做好准备 这期间他面对魔鬼的试探 令他更肯定自己和天父的密切关系 并有助日后履行使命 当耶稣开始他的公开传教生活 他便宣讲悔改 人要准备自己迎接天国的来临 本课先介绍他的部分宣讲讯息 下一刻再详细介绍天国 天主的羔羊 天主选了若翰做耶稣的前驱 他在耶稣公开宣讲前 以四处讲道 劝人悔改 为人施洗 当时已有门徒跟随他 后来当若翰见到耶稣 他便为耶稣作证说 看天主的羔羊除免赐罪者 若翰福音第一到二十九章 后来若翰的两位门徒 因听到若翰的作证 便跟随了耶稣 为什么若翰指耶稣是天主的羔羊 旧约先知诚说 有一位上主的仆人 听从上主的旨意 为了承担人的罪过 他面对人的苦难和凝辱 却总不开口 如同一只无罪的羔羊 默默接受 等待被宰杀 目的是让自己成为赎罪计 使他的后裔蒙福 伊撒伊亚五十三章 这受苦的墨西亚形象 与当时百姓期待的墨西亚君王 可说是天渊之别 耶稣是天主派来的赎罪羔羊 是为赦免世人的罪过 你们来看看吧 当时若翰的两位门徒跟随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便问他们说 你们找什么 他们回答说 师父你住在哪里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看看吧 他们于是去了 看了他住的地方 并且在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 若望福音第一章 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 耶稣问他们寻找什么 两位门徒表示 想知道耶稣住在哪里 他们明白自己 不是寻找一件物品 而是想寻找一个人 建立一段长久的关系 于是问耶稣住在哪里 要和耶稣一起生活 耶稣慷慨回应两位的提问 邀请他们来看看吧 当下他们便和耶稣住下来 做耶稣的门徒 不只是跟随耶稣到处走走 而是与他一起 亲身了解他 和他建立个人及直接的关系 继而参与他的生活和命运 所以耶稣召集门徒 不只是为派遣他们 外出宣讲或完成什么工作 更重要的是 是和他们一起生活 与他们藏在一起 之后门徒才能真正认识耶稣 明白他宣讲的是什么 以及怎样生活出宣讲的内容 必为耶稣作证 从这点来看 信仰不只是知识 行为或口里承认 耶稣是天主旨 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 经验他的爱 一步步从心底里活出他的教导 今天耶稣同样邀请我们 每一位来看看吧 希望我们不停留于好奇心 只在外看看 他希望我们走进他的生活 和他一起 并且了解他的心 并以他的心和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宣讲的吸引力 耶稣的宣讲 吸引了不少群众 圣经多次记述群众 对耶稣教训的反应 耶稣下到加里勒亚的 格法翁城 就在安息日教训人 人都十分惊奇 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 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众人都觉得耶稣的话 不同于一般的精学老师 他的权威远远超出众人之上 此外 在三年的公开传教中 耶稣特别召叫了十二人来跟随他 当中有渔夫伯多禄 安德勒 也有瑞利马豆 有的知识水平较低 或受人轻视 人人背景也不同 但当耶稣一召叫他们 他们便立即舍下了一切 来跟随他 究竟耶稣宣讲了什么 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 事实上耶稣的一生 就是以他的说话 生活行动和大能奇迹来 教导人认识天主的国 天国 他常以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解释他的教导 让一般人也异于了解 引起共鸣 加以反省 而他的生活本身更是有力的说明 耶稣宣讲福音 若汉因斥责权贿而被监禁及杀害后 耶稣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 说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 信从福音吧 马尔古福音第一章 十四到十五节 天主子耶稣亲自来到人间 向人说话 宣布天国已经来到 人为了迎接天国 便要悔改 相信和听从福音 离开罪恶 福音一词的意思是 好消息 喜讯 为你来说 什么是好消息 圣经所指的好消息 是指天主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亲自宣布天国的来临 他爱人和救赎人 并愿意人人得救这好消息 喜讯 当人感受到天主的爱 愿意成为天国的成员 便要对天主感恩 还爱 反省自己的生活 诚心痛悔 决意离开罪恶 以下将介绍 耶稣的其他宣讲 天主爱所有人 他的人词远远超出人的想象 主动寻找罪人 当时的人认为 一人应该与罪人隔离 而耶稣却常与罪人一起吃饭 于是他们对耶稣的行为 窃窃私语 因此 耶稣说了几个有关天主爱罪人的比喻 来解释他为何和罪人在一起 其中一个是亡羊的比喻 有一个牧羊人 有一百只羊 因为遗失了其中一只 于是就放下那九十九只 四处去寻找那遗失了的一只 当找到后 牧羊人就欢天喜地地背着他 然后宴请有人一同庆祝 因为他觉得那只羊是 失而复得 天父就像那位牧羊人 他会主动寻找犯错迷失的人 虽然有人认为牧羊人不应该去寻找 因为一只不及九十九只的贵重呢 但为天父来说 每一个罪人在他心中都是同样宝贵 任何一只迷失了 他也会主动去寻找 找到之后就要庆祝一番 因为这罪人是死而复生的 为天父来说有无比的欢乐 祝福孩子 除了罪人 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里 孩童也受轻视 有一次 有人给耶稣里来的一些小孩子 要他抚摸他们 门徒 却斥责他们 耶稣生气 教训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 绝不能进去 耶稣随叫门徒让开 抱起小孩来 给他们副手 祝福了他们 耶稣更说 人若不像小孩子 不能进天主的国 想想小孩子有什么特质及优点 耶稣会否就是 希望我们能学习小孩子的信赖 单纯 好奇心 知足等 关爱外邦妇女 当时妇女地位低微 耶稣却让妇女跟随她 也和她们做朋友 有一次 耶稣更主动和一个正在打紧水的 撒玛利亚妇女 外邦人攀谈 历史上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都互不来往 现在耶稣打破传统 借问她 要水喝 而和她说话 又以井水来教导她有关 永生活水的道理 妇人起初误以为是指 永不再渴的活水 后来耶稣说出 她曾有五个丈夫的往事 妇人就相信 耶稣是先知 于是请教耶稣有关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 在宗教上争辩应该在哪地方朝拜上主的问题 耶稣继而讲明 真宗教的精神是以心神 以真理朝拜上主 这妇人听完 耶稣的话便立即跑进城中 向人介绍他所遇到的墨西亚 称赞人的内心 当时耶稣进入圣殿的银库 看见一个穷寡妇 捐了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 耶稣称赞他 比其他捐钱的人捐得更多 因为众人都是把剩余的捐出 但寡妇看到他人的急需而捐献 虽然尹玛捐得微小 但已是他的所有 所以耶稣称赞寡妇 说他捐得多 这是指他捐的比例很多 爱心很多 而且他的慷慨也是来自他 信天主会照顾他 他信得多 爱得多 耶稣不只看到人的外表 也看到人的内心 他愿纳每一个人的付出 人要悔改 离开罪恶 活出和谐 仁爱的生活 不判断 宽容待人 耶稣又常以日常的例子 让犹太群众明白 要如何才可活出和谐的生活 他以木屑及大梁来教导人 不要判断别人 免得自己也受判断 人常只看见别人眼中的木屑 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 就是指人常见别人的小过失 而没有看见自己的大过失 耶稣教导人 要先取出自己眼中的大梁 才能看清楚别人 宽恕罪人 有一次 吉斯汗法利塞人 带来的一个犯奸淫时被捉到的妇人 按梅社法律 他该公开被石头指使 现在他们把他带到耶稣跟前 要他定断 试探他 看他如何实践自己的教导 面对一个罪妇和涉陷阱的金斯汗法利塞人 耶稣巧妙地指出 谁没有犯错 就先去向妇人指使吧 于是一个一个就离开了 当耶稣看到那妇人已有羞愧 痛悔之心后 便轻轻地对他说 去吧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宽恕他 却清楚地叫他不要再犯 离开罪恶 可见耶稣连领罪人 他虽然痛恨罪恶 却从不放弃 整教罪人的机会 不忧虑信赖主 除了爱别人 天主也叫我们爱惜自己 耶稣教导人不要为明天忧虑 叫我们仰望天空的飞鸟 田间的百合花 他们没有囤积 储粮或装饰自己 但同样得到上主每天的照顾 更何况宝贵的人类呢 我们不用忧虑 而且人即使忧虑 也无补于事 忧虑本身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 耶稣教人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痛苦足够一天受了 玛窦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 天父原知道人的需要 人要信赖他 只需每天努力生活 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 认识天父的人词及他的教导 其他的一切自有天主的照顾 最大的诫命 耶稣也曾教导人 实际中最大的诫命就是 爱主爱人 虽然爱主和爱人 好事属于两条诫命 但实际上两者是不能分开 爱天主的人就智慧去爱人 希望和他人分享天主的爱 今天的生活里 你看见这些爱主爱人的信徒吗 爱德的金科玉律 在每一个处境里 人要说什么话 做出什么行动 才算是有爱德 这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耶稣教导人一个重要准则 成为爱德的金科玉律 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路加福音第六章到第三十一章 就是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要怎样待人 例如你希望别人尊重你 你就要尊重别人 你希望别人连领你 你就要连领别人 耶稣的宣讲方法是极其图像化和生活化 以人为对象 以爱为根本 而且他的教导 常因人而异 按照每人的生活背景 和不同需要 亲自走近人 和他说话 有时透过比喻 有时借他的生活经验来教导 从中让人认识天父的人词 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他人及自己 同时 耶稣的宣讲行动是 欲生教于生活中 他所说的一切言论 均可以从他的生活中 找到实证 他以整个人的生活来 给人宣示天国的喜序 以上天主教信仰课程 3.3单元 学讲悔改及福音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